今天我們都在列治民公共圖書館上去舉行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的地點其實是位於 摩斯克、馬斯坤、斯康瑪士、士高美珠和塔利斯華 卡斯蒂、伊利、沃斯特這些西岸原住民的土地 傳統和美國的土地上去進行的 我們都是向這些民族去多謝他們 我們可以今天在這個領土上去進行今天的講座 那今天的講座主要的過要我們現在先講一下 今天講座我們會簡單的介紹一下流感和COVID新冠病毒的病理 是怎樣引起疾病的 之後還有新冠和流感疫苗的原理 和他們現在最新的那個疫苗加強劑的接種時間表 還有就會講一下如果中了流感、新冠有什麼非處方藥 和保健品可以幫助你們控制一些症狀 還有有沒有東西可以預防或者流感或者新冠 最後我們會講一下現在最新的那個藥制師問診 幫助大家看那個輕微小病和避孕的這些服務 OK就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Jacky 我是一個BC省註冊藥制師 從畢業之後 我已經在Richmond做藥制師做了10年 亦都為很多organization 做過港師的UBC、中橋和明報活動 都講過的 現在我在CRC交易房做藥制師和藥房經理 那我們現在進入今天的話題 我們看看流感和新冠這個病毒是到底 怎樣在身體裡面引起這個疾病和症狀 首先病毒會從環境裡面以非蜜的形式 透過你的鼻、眼、嘴進入身體 就好像別人打嗦、咳嗽、說話 或者你手可能碰到非蜜之後 又碰到你的眼、鼻、鼻、口 都可以導致病毒進入身體 之後染病的 這個右邊這個圖裡面 你可以見到 這個開始的黑色的箭頭就是 病毒從外面入到你身體裡面的 開始的地方 這個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都建議 多洗手、戴口罩 還有這些措施可以起預防作用 進入人體後 病毒會根據這個種類 會入侵不同的器官和部位 流感和新冠這個病毒主要是 入侵人的肺部、喉嚨和鼻咕 所以基本上這兩種 都是攻擊人的呼吸度的器官 進入到我們的器官裡面的細胞之後 病毒就會利用我們的細胞 來幫助這個病毒去繁殖 因為病毒本身其實是不可以自己繁殖的 一定要入侵人體的細胞 才可以做出來更多的這些病毒 繁殖之後 繁殖完了 其實一個病毒是可以生出很多的病毒 不是一個繁殖一個病毒 可能是一個十幾個病毒出來都有可能的 繁殖完就會引起人體的細胞爆裂和死亡 之後就會釋放出這些新造的病毒 去入侵其他的細胞 一直重複 越來越多病毒就會在身體裡面 這個病症是何時才開始呢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少量的病毒在繁殖 其實身體不會有太大反應的 身體沒有注意到的 這個時候雖然有大病毒在身體裡面 但是沒有症狀 這個就叫做前伏期 身體是有病毒 沒有症狀 但是這個時期都是可以感染其他人的 當這個病毒的繁殖度一定數量之後 身體裡面的細胞一次性就會很多一起爆裂 以及大量的這個病毒會一次過釋放到身體裡面 最後這個身體終於注意到了 你的那個免疫系統就會開動 之後想將那個病毒排出去 這一步就是身體開始感受到那個症狀的階段 大量細胞死亡 大量病毒 加上人體那個免疫系統 和身體裡面的病毒在那裡打仗 就會令到身體就有那些症狀 譬如發燒、咳嗽那些都是的 出現現狀這個階段一般都是在你身體裡面 病毒傳染力是最高的時段 因為這個時候病毒繁殖得最多最快 但是免疫系統才剛剛開動 所以抗體還不夠 所以這個階段病毒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建議如果有症狀 最好最初那幾天盡量少接觸 因為這個時段感染力很大的 講完病理 我們來看看這個流感和新冠的不同症狀 它們其實有很多症狀是兩個都有的 大部分這些普遍的感冒症狀 譬如發燒、咳嗽、疲累、避失鼻、流鼻體、肌肉症痛 這些全部兩個都是可以有的 所以一般來說很難只用這個症狀 來自己鑒別你是有COVID還是有流感的 這個列表上面會跟大家列出一些比較長見的呼吸疾病 各自有什麼特別的特徵去幫助大家 大概可能有些頭緒說自己是有流感 還是其他的這些疾病 基本上新冠和呼吸毒核包病毒傳染力 要比流感和咳嗽炎一般要高些 之後這些全部都比感冒要傳染度更加高 感冒或者呼吸毒核包病毒 是有可能一般會打黑癡 但是其他比如說流感和新冠 就是一般不會的 所以如果你有打黑癡 就比較可能不是新冠和流感 感冒一般是不會有身體酸痛或者吐吐 有的話比較有可能是其他這些病毒 如果病毒的時候 聲音突然間沙啞了或者發現個編導體變大 紅腫有可能是咽喉 其他這些病毒並不會弄到聲音失聲的 新冠有可能是比較容易弄到你失去美國 和受國 所以如果失去了這些美國和受國 就有很大機率可能是COVID 要強調的話 這裡寫著一般不會有這些症狀 和一般會有這些症狀 不代表是百分百的 都是有一定的機率的 譬如說有些人中了流感 是有可能都失去美國和受國的 只不過是COVID的這個病毒引起這個症狀的機率大很多 那要怎樣才知道你到底是什麼呢? 最後都是要用測試 兩個共通症狀太多了 流感和新冠 所以建議大家用新冠測試 現在市面上有三種新冠測試 第一種是快速抗原 準確性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基本上如果這個抗原測試 再顯示你陽性 那你總之的機率基本上是決定的了 但是如果你是陰性的話 那有可能是假陰性 因為身體裡面可能那個病毒還未繁殖到 那個抗原測試盒可以測試到的地步 所以等48個小時之後建議再拆多次的 核酸是更加準確的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在家裡拆的 只有結果一般出來的時間會被抗原要長的 現在很多藥房都有政府提供的免費抗原測試盒 那大家如果想在家裡背下的可以去藥房 拿些免費的房子在家裡 如果有需要才用 那講完病理 我們現在講一下疫苗是怎樣在身體裡面運作的 那疫苗呢 是將一些已經死了的病毒 或者處理過 即是沒有辦法再繁殖的病毒 或者是那些減弱版的病毒 或者是一些教身體的細胞怎樣製造這個 針對病毒的抗體的這些指示 注射入個人的身體裡面 那滅活疫苗就是將死了的病毒打進去 那活性疫苗就是用真正的病毒 那個變藥的病毒打進身體裡面 mRNA就是這些新的COVID疫苗 就是將那些製造抗體的指示打進身體裡面 雖然這些全部打進去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目的是一樣的 疫苗是想讓身體的免疫系統開動 並且開始針對這個病毒來做的抗體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身體對病毒更加敏感 下一次病毒入侵我們身體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系統就不會好像之前說的 等那麼久才開動 盡量會在病毒還未繁殖到可以引起症狀前 它就開動了 之後將病毒拒離 都有可能 越早拒離這個病毒 就不會有那麼大量的病毒一次過釋放 都會減少這個重症的機率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後 就算中招 症狀也都非常輕微 現在講一下最新的流感和新冠疫苗的接種訊息 基本上每年的流感季節就是十至十一月開始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 現在已經流感季節 今年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其實都應該已經接種了流感和新冠疫苗了 所以我今天只是重複一些重症 流感今年基本上六個月大以上的人士都建議接種 六十五歲以上有加強版 九歲以下兒童 如果平生第一次接種這個流感疫苗 記住要打兩針 第二針是四個星期後才再打 才可以確保抗體足夠 二至十七歲如果有小朋友不喜歡打針 我們一般每年都會有一些活性的噴鼻式疫苗 不過數量非常有限的 今年應該已經差不多打完 可能需要打針 最新的COVID 已經更新去針對毒株XBB 由菲薩和輝瑞和莫德拉 不過現在莫德納省好像有點缺貨 所以一般來說只可以找到輝瑞 十二歲以下打這些針 制量會不同的 需要用兒童版的制量 之後我們會 詳細看看怎樣才可以註冊和打到這些針 如果有某些原因不可以打mRNA疫苗 最近一個非mRNA疫苗 Novavax 都更新到對XBB病毒 都可以去打過一隻 基本上以前沒有打過新冠疫苗的人都建議現在立即接種 用這個最新版的接種 如果有打過 距離上次打的新冠疫苗 至少已經有六個月了 建議多打一針 老打一針加強一下 這裏就是 現在最新的建議和時間表 有興趣的可以拍下來 到時慢慢研究 基本上你去打疫苗的地方 那個藥制師或者護士都會根據這個列表 針對你的情況做出一個評估 之後選一個適合你的新冠疫苗接種的時間表 基本上到現在為止 接種過兩至三針新冠疫苗之後 免疫系統由正常人士 只需要打一針的加強劑就可以了 距離上一針大概六個月就可以了 如果之前沒有打到兩至三針 新冠疫苗或者你的免疫系統可能不太好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列表上面 一般來說是要打多過一針的 去補充這個抗體 這裏講的兩至三針是任何的COVID疫苗 並不只是指那個mRNA的輝瑞或者莫德納的 如果其他國家比如說國內你打的滅活疫苗 都算的 只要這個疫苗是世界衛生組織任何的疫苗 都算一針的 剛才又說到那個免疫苗系統沒有那麼好 這個指的是一些特定的這些專門影響 免疫苗系統的病 或者是有吃著那個降低免疫苗系統的藥物 並不是說你覺得裡面的系統低就是了 你是有專門的資格的 那上面右邊有格呢 我建議那個每一針中間格的時間 這個我只是建議並不是一定的 就是譬如說你有可能有些特別需求你去旅行 你可以問一下那個打針的藥制師或者護士 是可不可以提早打的 譬如說那個應該如果是最新的這隻加強劑 好像只需要三個月其實就可以打的 如果有特別需求 那怎樣接種呢 新來的人士可能不知道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 公費的流感疫苗 六個月大以上的BC居民 都是可以打這個公費的 不是居民的就要去本地衛生局接種 藥房一般打的是四歲以上的小朋友 四歲以下可能要去家庭醫生 或者是去專門接種小孩子疫苗的地方 才可以接種的 但是大一點的小朋友和大人 一般的藥房都是可以接種公費的流感疫苗 如果不是居民呢 可能要問一下那個本地的衛生局 他們幫你接種的 都應該是可以打到公費疫苗的 但是外面的藥房 有些都有賣自費版的流感疫苗 你也可以去問一下 不過不是全部藥房都會有這個貨的 新冠疫苗 不管你是否居民 都可以在BC居民免費接種 現在流感季節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忙 很多藥房都可以不需要預約 走進去就可以打針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沒有預約都可以試試打針 少於12歲的小朋友 是藥房打不到新冠疫苗的 所以如果有少於12歲想打新冠 或者少於4歲想打流感的小朋友 也或者你想打這個非mRNA疫苗 Novavax 的人士 建議打這個1833的省政府電話 會來預約特別接種這些疫苗的地點 只有那些地點才有課 才可以打疫苗給這些人士 這個電話是省政府的疫苗接種中心 有中文服務的 我幫你們打針 經常會遇到一些疫苗問題 現在就回答一下 這些長見問題 希望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很長見的第一問 是疫苗是否百分百有用的 答案是不是的 疫苗的主要功效 之前都說過 是預防重症 並不是可以百分百預防那個疾病的 很多人認為打了疫苗 都要中招 打疫苗沒什麼用 其實他們打了疫苗之後 就算中招 都可能只有輕微的情況 其實疫苗已經起到作用了 第二問 第二問就是 疫苗打了多少時間才可以有用 是否馬上有用 答案是不是的 身體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 產生足夠的新的抗體 一般是需要兩個星期左右 所以如果要去旅行 最好提早兩個星期去打這個疫苗 第三問是如果現在病了 是否要等病好 還是可以立即打疫苗 其實 只要是沒有重病 即是沒有發燒 那些的 就可以去打疫苗 並沒有說一定要等全部病好 才打的 新冠疫苗有建議說 是中招後三至六個月才打 是主要因為是你身體中招之後 已經產生了最新的足夠的抗體 那你等三至六個月之後 抗體數量已經慢慢跌下來 再補充才比較好 並不是說不安全 那麼打針 是其針一起打呢 還是一針一針打比較好 就是打一針 等幾個星期再打下一針 還是全部一起一天搞定 這個是個人選擇來的 兩種疫苗或者多種疫苗一起打 其實那個不舒服是不會全部加在一起的 不是一加一這麼簡單 一般多針一起打之後的總體反應 只會是這些針裡面反應最大那一隻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起打也是完全OK的 輝瑞還是莫德納比較好 這個是經常有人問的 那麼這個答案可能會長些 對於一般免疫系統沒有問題的人士 基本上兩隻一樣 效果差不多 什麼系統比較低一點呢 莫德納理論上可能好一點點 之後如果之前有這個疫苗引起過心肌炎的 可能打輝瑞安全一點點 不過要強調的是 上面這些建議是 大部分根據這兩個牌子原版的疫苗數據來出來的 原版的這個疫苗呢 那個莫德納呢 會比現在的莫德納的 製量高很多的 也都是為什麼 它理論上效果強些 和心肌炎的那個機率大些 那麼現在的新的版本的疫苗的數據呢 還未夠原版多 所以 現在暫時 會根據原版的這些建議 繼續 建議莫德納打那個 如果免疫系統弱的 那麼 那溝不針 答案是不需要溝針的 沒有什麼可靠的數據顯示 溝針會強些 所以都是個人選擇 那最後那個mRNA疫苗呢 好像之前有聽別人說 好像因為RNA 可能會改動人體的DNA 答案是不會的 mRNA注射的那個 給細胞製造抗體的指示呢 不會進去人體細胞 那個中區 含那個DNA的地方 所以不會對人體的DNA造成影響的 那麼下一個要講的是 群體免疫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疫苗不是百分百防止疾病 但是可以防重症 那麼重症呢 剛才圖都講了 因為大量病毒釋放才引起的 那麼疫苗呢 可以減少那個病毒釋放的總量 那麼呢 也是減低那個病毒的傳染力的 那就不太容易傳染他人了 所以接種疫苗 不單止是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他人 所以大部分 如果大部分人 在一個群體裡面都接種了疫苗 那麼這個病毒的殺傷力 和傳染力會大幅下降 無法再大面積的傳染 那麼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呼籲大家 來打這個疫苗 來幫助我們全部 達到這個群體免疫 那麼病毒变疫 塗疫 是這個什麼事呢 首先這個圖 是聲明一下 就是 純粹是幫大家理解這個 這個圖疫 這個理論的意識 並不代表身體裡面的病毒 和抗體 就真的是這樣的 這種形狀 OK 所以圖一 我們看看 這個是原抗體 和原毒株 就好像 大家可以想想 初初的COVID 原版 和原版的COVID針 原版COVID針給的抗體 形狀就好像 下面這個 這個 這個 紅色的 這個東西 之後 病毒就是黃色的 剛剛好 那個病毒 就可以被抗體 這個形狀抓住 之後可以慢慢的 驅離身體 那麼 現在病毒變疫了 變了形狀了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Omicron 變了之後 那個形狀可能變了 不是圓形了 現在變了三角形 那麼 就圖二和三 那麼大部分時間 這個抗體 之前的抗體 是可以抓住那個病毒的 之後將它驅離身體 但是有些時候 有可能 角度不一樣 那個 變疫後的那個病毒 有可能 譬如說 某一面 它那個形狀 是弄到那個 原抗體 原抗體是抓不到的 好像圖三 那 那麼 這個是為什麼 我們是說 每個 疫苗其實 的抗體是有 交叉 防護力 就是如果它變種之後 都是可以有一些 防護力的 但是 絕對沒有原來那麼好 就是這樣 因為它變疫之後 是有可能 抓不到的 變疫次數越多 它的形狀就會 會離原版越遠 好像圖四 它變疫兩次之後 有可能變成一些 比較大的正方形 那 原來那個抗體 是完全抓不到的了 那 這個 我們現在就說 它已經 已經 逃疫的了 原版已經 那個抗體已經沒有用 這個 是為什麼 更新那個 疫苗 更新 身體的抗體 這麼重要 因為更新之後 就好像逃五 那你那個 抗體就變成 新的形狀 又可以抓回 這個 變疫後的疫苗 所以 流感 和新冠病毒 變疫都很快 每年都建議更新 那個流感疫苗 之後每一次 政府出這個 新的新冠疫苗 都建議大家 盡早去接種 最後我們來看看 三條 現在最有用的 預防新冠 和流感的措施 那麼 盡快打COVID 和流感疫苗 肯定 第二 是 多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就防止飛沫 這樣 將病毒帶入身體 還有就是 如果身體不適 建議 少住 接觸他人 減少傳染記錄 當然 經常的 身體健康 健康飲食 適量運動 那些都是建議的 如果真的不小心中招 流感和COVID 那怎麼辦呢 現在政府其實已經沒有了 強制性的隔離政策 如果需要上班的人士 都是建議問清楚公司 有沒有自己的隔離政策 有些公司是可能有的 尤其是做醫療的 一般來說 症狀開始後 五日內 是傳染性最高的 就是上次 之前那個圖都顯示 那個是高峰期 這個時間段 最好建議是在家裡 不要接觸他人 或者盡少接觸他人 如果一定要上班 至少建議是等了退所燒 才回去的 至少都 殺了一些病毒才回去 沒有那麼嚴重 那處方的治療方法呢 我們有特效藥的 流感有流感的處方特效藥 新冠有新冠的處方特效藥 這兩種都是專門抗病毒的藥物 現在講講抗病毒藥物 這個家族的藥物 其實是不會殺病毒的 它是怎樣呢 它是在身體裡面 防止病毒繁殖 之後身體就可以自然的 用身體的抵抗力 將病毒慢慢驅除 但是如果已經 病毒繁殖太多太快了 就算吃這些藥 都效果沒有那麼好 甚至乎如果 病毒已經數量太多 這隻藥都不夠體 等於沒有用的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藥物 病毒要在症狀後 越早開始用越好 病毒那時候還沒繁殖到這麼多 甚至乎有些人說 一吃到這個心冠藥 突然間就沒有症狀了 就是這個原因 它一不繁殖 身體就可以很快地清理它出去 流感的特效藥 要在48小時之內就開始服用 不是效果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好 新冠是5天內要開始 都是越早越好 如果真的有陽性的COVID 又想可能 可不可以這個 吃這個特效藥呢 建議可以用電話的方式 或者是網絡的方式去問診 最好不要本人去診所 減少這個感染他人的風險 這個新冠特效藥現在是公費的 政府包的 不過是只留給陽性新冠的高危人群 不是真的任何人中椒都可以吃到的 很多因素的 裡面有 譬如說 最近重過招命 或者有沒有打齊兩至三針疫苗 例如歲數 免疫系統 有沒有病等等 這些都是處方藥來的 所以一定要醫生指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是高危人群 你可以問一下 打電話去問一下 醫生可不可以幫你開這個 如果陽性的話 那之前都有很多留言說 有些其他的藥物好像可以治療這個新冠 譬如說這個 Hydroxychloroquine Ivermectin 高制量衛生術師 其實最尾 翻查一下 審查這個數據之後 這些其實是沒有用的 還有其他的抗病毒藥物 譬如說抗那個流感的 都是抗病毒藥物 可不可以用來抗新冠 是不行的 沒有證據顯示 沒有證據顯示 全部的抗病毒藥物 都是對新冠有用的 只有那個新冠特效藥 現在暫時是有證據顯示 一定有用 之後我之前還有一些 那些藥物說 什麼吃了一些 阿斯坦 或者吃了一些 Ibuprofen Bolafin 或者一些 某些血壓藥丸 會增加那個 得COVID中招的機率 這個是藥物來的 不會的 如果 有吃這些藥的 或者有需要這些藥的 可以繼續用 並不會 加大這個中招的機率 那如果 又吃不到特效藥又中招 那怎樣幫助自己 沒有那麼難受呢 我們就要 那個非處方藥 和其他自然產品 幫助大家控制這個症狀 基本上用的都是感冒藥來的 對症下藥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列表 有興趣都可以拍下來 回去慢慢研究一下 非處方藥和自然產品 我們摺下來會逐個介紹 這裡要指出的 基本上 除了用藥和自然產品控制症狀 都是建議多喝水 如果喉嚨有事 熱水 熱檸檬水 都是比較好 如果鼻孔有事 或者氣管有事 建議用空氣加濕機 和生理鹽水去洗鼻 如果腸胃有問題 就建議補充電解積 會防止身體脫水 任何時候如果病重 嚴重這個症狀 都是建議去刺濕的 尤其是如果你呼吸比較困難 首先我們來看止痛和退消的非處方藥物 基本上市面上有兩種 兩個家族 一個是Tylenol家族 一個是布洛芬 或者Iviprofen家族 主要不同是Tylenol是用肝 來處理和排出體外 這個Advil 或者布洛芬是用腎 所以相應的 如果有腎功能問題 或者肝功能問題 可能要看清楚才吃 或者問完藥師才吃 還有就是這個Advil 或者Iviprofen 比較容易腸胃不息 所以建議是飯後吃 如果是高燒的話 高燒不退 或者吃了一隻不夠用 是可以兩隻一起吃的 只要按照每隻的 各自的服用方案 就可以一起使用 市面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感冒藥 如果上面寫著有任何止痛效果 或者任何的退消效果 基本上裡面 不是有Tylenol 就是有Advil這個家族的其中一隻 來達到這個效果 止咳水 我們簡稱它叫DM 全名叫Dxtromethorfen 是專門止肝咳的 即是沒有痰那種 用完很多人都會眼睡的 這個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但是一定是六歲以上才可以用的 六歲以下 或者又用那些情緒藥物 或者情緒上有疾病的人士 最好用那個自然產品 不要用DM這個藥物 自然產品 有這隻 大自然止咳功效的 蜂蜜止咳水 就是這個 橙色這隻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如果市面上的感冒藥 如果有很多成分 如果有介紹說 這個可以止咳的 一般來說 裡面就是有DM這個成分 去幫助它有這個效果 化痰 即有痰的濕咳 唯一一個藥物是化痰 是叫Graphenicin 這個有現在新出的藥丸版 就好像下面那個藍色盒 這個 以及之前一直都是用藥水版的 一般有痰是建議不止咳 要化痰 因為痰如果不咳出來 或者是沒有化 在肺部積住 比較容易肺部感染 化痰這隻藥都是見六歲以上才可以用的 如果感冒藥裡面有說 這個可以化痰 或者是寫著有mucous 裡面就多數有 Graphenicin這個成分裡面 做這個工作 六歲以下和一歲以上 是可以用這個自然的化痰產品 是這個長春藤葉 睡取物 的藥水來的 化痰時間大家要注意是不是立即的 一段時間才慢慢有效的 所以如果喝了一兩次 好像沒有太大用處 要堅持用幾天才可以慢慢見到效果 鼻塞和流鼻體 有專門的鼻開藥 和噴鼻劑的 口服的鼻開藥是 近六歲以上才可以用 噴鼻劑是十二歲以上才可以用的 還要特別留意一下的就是噴鼻的鼻開藥 如果要用噴鼻的鼻開藥 如果要用不要超過三天 不是的話可能會反彈之後 有更加嚴重的鼻塞 一般市面上 口服的感冒藥裡面 如果有寫 有幫助鼻塞 或者流鼻體 裡面基本上就有這些藥物 鼻開藥物之中的其中一種 自然產品來幫助這兩個症狀 有生理鹽水和洗鼻水 下面有圖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洗鼻水 左邊那隻 Neoman 是一個很大的牌子 專門做這個洗鼻水 鼻水道流和達克斯 基本上建議用生理鹽水 或者用抗過敏藥 感冒藥裡面 如果有抗過敏藥 一般都是眼睡的 因為抗過敏藥這隻本身就是眼睡的 所以很多牌子 如果有白天或者晚上的不同的藥物 這隻抗過敏藥會放在夜晚那裡 因為很眼睡 所以晚上那時候就順便幫助大家睡覺 這個生理鹽水 有大人和小孩子的版本 可以選個歲數才用 一般小孩子的這些藥物的製量 是會根據他的體重來給他製量的 所以用之前一定要看清楚那個盒 和後面的教訓 那嘔吐和肚鱷怎麼辦 最重要的這個時候是防止脫水 肚鱷和嘔吐不單止是排水出來 吐出來的東西裡面還有很多微量元素 譬如說辣 所以一定要用一些叫做電解析的東西 來幫助製量製量製量 還有其他會有兩元素 不只是多喝水就可以了 那指套藥有大人和小孩子版本 藥物一般是兩歲以上才可以用的 那指射藥呢 一般就只要大人才用的 小孩子如果想幫助紫射 可以試下那個小孩子的益生菌 可以幫助的 那個電解析有很多不同牌子 譬如說濾濾 大部分藥物都可以賣的 就放入水裡面 就可以幫助補充這個水份和電解析 那為什麼大家可能問 為什麼沒有 有些產品沒有那個兒童版的製量 為什麼呢 一般來說這個是因為 要是安全性在小孩子這個歲數 沒有足夠的測試 它說一定安全給大家用 或者是沒有足夠的數據 顯示在這個小孩子這個歲數裡面有用 譬如說那個噴鼻藥物那些 在六歲以下的人試過之後 基本上是顯示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一般來說這個情況 就不建議六歲以下的人士用這些藥 那白天和晚上的藥丸呢 剛才都有碰過的就是 就是晚上他們會把那些比較容易眼睡的藥 全部放在夜晚裡 之後不那麼容易眼睡的 就放在白天裡 白天其實都有可能有些眼睡的藥 但是一般來說如果有的話 他們一般都會放一些有可能失眠的藥 來慢慢平衡它 所以就算是捨著白天 其實都是有幾率是有些眼睡的 那大家可能見到 那是不是越多成份 越多治療的症狀越好呢 那個感冒藥 其實不是的 建議是對症下藥 越多成份 有很多不必要的藥物 就有很多增加不必要的副作用的機率 所以如果可以選擇 剛剛好對你現在有症狀的藥物 比較好 可以問問藥制師 複合型藥物呢 和多成份這些藥物 主要是為什麼要用呢 建議是放在家裡或者旅行的時候 背著以防萬一 現在最後我們來到保健品這裡 大家可以見到整片紅色這些字 基本上沒有任何數據 現在顯示可以幫助預防新冠的 保健品 之後 SUN和Zinc 是有可能在感冒頭二十四小時用的時候 可以縮短感冒週期的 長期復用 都有一些證據顯示 可能可以減少這個感冒的機率 但是這個長期復用 安全數據就沒有那麼多了 還有就是西洋芯 如果吃了 可能可以減少這個感冒的機率 其他基本上 沒有什麼證據去顯示有什麼效果的 到底有沒有用呢 這個保健品 首先要說出的是 如果剛才說的不足夠證據顯示 有用 不代表是沒有用 只不過是 他可能臨床的測試不夠 或者方法不好 或者臨床的病人數量太少 等等原因 令到結論出不了 加上這些保健品 在市面上的製量有很多很多 牌子有很多很多 摧取的方法 用來提煉保健品裏面的成份 的手法有很多 令到很多臨床的測試 沒有用到同一個牌子 或者同一個製量的保健品 可靠的數據就非常少了 也是為什麼很難有保健品 有這些比較好的測試結果 安全性 要說一下就是 雖然說保健品和非處方藥是不需要處方 但是不代表他完全安全的 一樣是可以有副作用 和藥物衝突的 有些藥物衝突 甚至乎是可能很嚴重的 譬如大蒜 這個摧取物 和這個人身 即是失人心 會影響這個身體靈血的效果 如果有些人在吃那個博血丸 可能會有衝突的 又譬如長期服用這個失身 是可以令到身體缺乏重的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建議用一下保健品之前 都是要問一下你的藥制師 看看這個保健品 是否適合你的情況 總結一下這個保健品 大部分保健品 基本上是沒有 不夠數據顯示是可以對 預防感冒、流感、新冠有用的 就算是有用 其實效果都不顯著 加上有可能的副作用和藥物衝突 所以不是太建議用任何的保健品 來達到這個預防感冒、流感、新冠 如果一定要用 之後問了藥制師之後 對你的情況沒有太大的風險 預防感冒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失陽心 來縮短這個感冒週期 可以在感冒頭24小時 可以考慮用一下新冠 和之前強調的一樣 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都是健康飲食 多洗手 大口罩和社交距離 現在快速看一下藥制師問診的事情 現在藥制師可以對21種輕微小病和避孕 開相應的一些處方藥 基本上 常見的問題 現在是皮膚上的問題 好像濕疹、暗瘡 或者是腸胃問題 或者是胃酸、真菌感染 例如灰指甲、紅染症、尿道感染、避孕 以及其他病毒這些疾病 例如大眾拋診、嘴拋診這些 藥制師現在都可以看和開藥 那是不是有什麼藥物我們可以開呢 這裡大致上寫著我們可以開的藥物品種 但是不是全部藥物在這個品種裡面 我們都可以開的 都是有憲制的 只不過這個可以給大家一個 看一下大概我們可以開什麼 這個不是全部 但是 大部份已經包括的了 這些憲制有什麼呢 這個很多人一次過講 不過打一個比方就是 暗瘡 我們只是可以開 茶皮膚的那些藥物 並不是可以開口服藥的 並且任何時候我們開這些處方藥 一定是要 之前那21種輕微小病才可以開的 不是說可以開一種藥 任何需要這種藥的人士 都是我們去開都不是的 藥制師這個問診服務 現在被施省居民是政府包的 不需要自費 但是規定要管人到藥房去看診 非居民是要自費 但是政府沒有這個特別規定 一定要去藥房去看病 是可以網上或者是電網問診的 要強調一下 但是看了診不代表一定藥制師就會開藥的 問診的話 如果我們覺得你的症狀比較嚴重 或者其實不是你覺得 那個21種病裡面的東西來的 又或者是需要醫生去跟進 那我們可能會給一封 那個轉介信給你 不會開藥 那你拿了這個轉介信之後 你可以繼續約醫生去跟進一下你這個情況 藥制師看診一般看的都是比較急性的病 慢性病藥物 好像血壓軟 膽固醇 糖尿 那些藥 我們是不可以開的 那怎樣才可以這個問診服務呢 那很多藥房現在 是沒有預約走進去都可以看的 但是如果想預約呢 這裡有一個英文的那個 預約網站 或者有些藥房有自己的預約方法的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一下 那就可以約到替藥制師的了 醫療預約時間呢 要強調一下大部分都是大概 不是百分百準時的 有預約呢 有可能進去都是要等一陣的 不過肯定會優先有預約的 那基本上到這個講座是熱速的了 最後這三點大家希望記住就是 最好最好防預防流感和新冠的措施 都是多洗手 口罩 社交距離 和接種最新疫苗 如果要買 控制這個症狀的感冒藥物 一定要對症下藥 不要見到功能越多 就立即就買 之後最好問一下藥制師 看看對你的情況 適不適合 最後就是藥制師現在可以 為21種小病看診了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有這些21種小病的話 就可以盡快的得到這個醫療服務的了 那現在可以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除了 1 感谢观看